那天夜里我思念着告诉我宇宙真相的你 第34天在访9份 机车快要没有汽油了 遭了个高 出门前明明有再三确认过汽油的指针 始终是停在满格的位置 要说指针坏了 也应该是停在没有汽油的状况吧 这下该怎么办已经骑了一大段路 少说也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上 第一次感受到进退两难的窘境 看着手中的地图 要是能知道现在的位置在哪就好了 在智慧型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没有可以查询的卫星定位系统 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应该继续往前骑比较好 还是沿路返回比较好 现在想象应该是低估路程了 在规划旅行路线时 虽然在地图上标记好保证不会迷路的路线 也还特意挑选了红绿灯极少的山路 但偏偏就是没有考虑到没有汽油的状况 这是跟学姐交往后难得的一次长途交游 选定了地点较偏远的酒奔 在学姐还没毕业前 生涯一工曾经一起去过 不过当时是搭乘火车 亚根尔就不用担心行车问题 火车会如期的将我们送达目的地 透过照后镜看着学姐越发担心的脸庞 心中真是五味杂陈 一边安抚着学姐 另一边大脑也不消停的在想办法 突然间灵光一闪 我们不是还有地图吗 动动头脑真的很重要 看着地图上的距离 一笔历尺估算出到达目的地的公里数 在从行车的速度和时间估计已经走过的距离 应该就快到了 过了不久总算看到车来人往的小镇 虽然已经忘记当天玩得如何 但对这次的经文记却印象深刻 想看更多更新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